在佛教王壇里面的时候 亏想要杀死很多恶魔 但是巴拉迪瓦呢 他只杀死了几个 巴拉迪瓦他 他在这里插死了几个 就是障碍的恶魔 他在这里插死了几个 就是障碍的恶魔 我们的阿加拉斯耶维斯瓦娜 它其实很漂亮 它说受困的灵魂 都有很多阿娜达 巴拉地瓦婆婆 它其实像古鲁这样 虽然它能够把我们心中黑暗赶走 所以它卡萨斯罗迭路卡树 它就是把我们心中的那种魔性给我们赶走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自己的迪萨古鲁 迪萨古鲁 就是不同的那些灵性导师 巴拉地瓦婆婆其实就是古鲁的真理的代表 巴拉地瓦婆婆它是属于古鲁真理 巴拉地瓦婆婆它是属于古鲁真理 只有一个人奉献者当他没有阿娜达的时候 他才能够进入奉爱的那个途径 那么就是说在很多那些冒犯在我们心中 等着我们要等着去清除 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开玩笑中也会冒犯的 那么就是有时候我们开玩笑 但是有时候就是五行中也会做出冒犯 那这些种子也会就是说变成障碍我们的巴奖 所以我们在做巴奖的时候一定不应该有任何冒犯 因为阿娜达就冒犯了这个是非常大的障碍 就是说我们做风爱的话在我们路上他们就会障碍我们 我們知道aved思念能幫助 所以每個人的憶體都沒有 實際上我們也能從來 因為有一個人沒有智慧 其實一個人要是沒有智慧 在疑悶當中他們就是一直一頭離 一場 如果一個人沒有那靈性的話 他們就是在物質當中就像一頭狸 一個沒有智慧的人就是一頭狸 是兩個角的動物 就好像在蒙迦拉演 當他們在做服務的時候 在崇拜主 其實一個女神就是說心意女神 也就是代表 控制人家們心意的那個女神 就好像都根女神 她有那個獅子 那個拉斯米亞她有毛頭鷹好像是 主席瓦來又有牛 她呢 她呢 坐在那個梨上面好像是 她是女神 那就是心意神像 那麼很多人在蒙迦拉 他們都是 就在那邊崇拜這個女神 然後呢 還有呢 給他們呢 香花等等 還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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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也是 然後呢 那裡也就說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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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是想要